打电话给他散衣 给他散衣报警 现在已经到哥的朋友家忙 受困地铁车厢眼睁睁看着水淹上来 河南郑州这几名乘客的声音 从恐惧转为绝望 二十号傍晚六点左右 郑州暴雨造成洪水冲垮挡挡水墙 直接涌进地铁站 结果五号线一列行驶中的搬车 瞬间受困 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 一个一个的在救援 五号线还可以直接帮到沙古罗关上 这个水移会接到这个区别人 眼看外面的水比车厢内还深 逃生无门 最后列车司机员只能砸破车窗 让乘客从顶部逃生 救援行动在深夜结束 令人遗憾的是 事后消防单位搜救 发现还是有12个人不幸罹难 也成为这场暴雨中最惨烈的一幕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